欢迎收看富甲天下 今天这个行情就是很曲折离奇 早上的时候 想说大概是两万点四百点 会顺利的突破 或者是说站上去 大家都说两万点是地板 站上去 可是你看早上的时候涨两百 中间最低跌两百一十四点 上下震了快四百点 那以现行来看 今天就是收十字线 这个十字线倒是很有趣 上下四百点 以两万点来讲 上下四百点也大概是两个percent 你涨一个percent跌一个percent 这个以加权来说 以我们整个加权来讲 它算是震荡幅度非常的大 那前面也跟各位讲过 如果我们这里一天跌六百点 甚至于说 以照这个涨下震荡四百点来看 未来一天跌八百点都不是问题 可能一个礼拜就跌掉一千五百点两千点 因为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它在为什么台股现在是翻红的 它就是拉台积电 从776拉到现在788 就大概再拉个十二块钱 你十二块钱来讲 你大概加权就拉了快一百点 可是已经跌的加速来讲 加起来开一千三百加 涨的加速也不过才四百加 加起来里面跌大概是三分之二 涨三分之一 这个是加权的部分 整理性来看 这边就是充满了很高的风险 因为我认为早上是因为外资在买 拉上去以后开始往下倒 让你投信买的再高一点点 买下来 倒下来投信 因为下个月还有四档的高股息 ETF还要推出 所以这里他们还是要买股票 所以等于是说在两万点这个附近 投信就一直在买 但是我要先跟你讲 投信的资金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资金 完全都是内资在买 完全都是我们自己在买 它很容易被外资倒货 因为未来六月份 会不会降息都是个问题 虽然说昨天这个PPE 这个美国联准会讲了 这里不管怎么样 他们还是 他们对于降息的看法 其实是六月份会比较慢 可能会来到七月八月九月 才会开始准备降息 你如果说真的来到七八月 开始准备降息 你这个资金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不管是外资也好内资也好 有很多内资的法人 他们因为现在的殖利率 大部分都是落在五个percent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有资金成本 时间一旦拖久了 股价又在高档 他们就很容易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先从齐宏来讲好了 我们从底部的开始讲上去 就是这个排名的部分 你看齐宏 今天早上跌得快6点 这边大概是7个percent 现在是6.5 齐宏大概 其后你注意看 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跌的 它是一直在盘整区间 过去的五天 它都在小涨小跌 今天大概比较大 今天它为什么会突然 就是一根黑黑棒 昨天我讲了 这里他们有一个缺乏这个买盘 尤其在散热的模组 跟这个轴层的部分 因为他们这个是属于 散热是属于已经架构的 这个所有的AI server 一个小时要用掉120度电 一个AI的server的部分 然后散热当然要比较大 可是这个架构都已经架出去了 就是已经架好了 那你未来的成长性 它可能就是维持住 所以我跟你讲过 业绩成长没错 可是你股价当它超过 你业绩成长率的时候 你业绩停顿你股价就要回挡 这个是目前很多很多的个股 所遭遇到的问题 并不是只有其红 双红也一样 双红今天过去五天也是震荡整理 今天也是比较有效的 一根黑黑棒 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做一个所谓的涨多回挡 也是因为你业绩成长过后 但是我股价是标的 你看它的股价是这样走 一月份350来到700 两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涨了一倍 所以这里是要回挡 那回到哪里呢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回到哪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因为这里回挡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以今天来讲 涨200点只维持了30分钟 这边的400点它跌了一个两个三个 大概2.5个小时左右 后面的400点跌了1.5个小时 它如果今天跌了200点 没有回头再跌200点 你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出你的股 因为你会完全没有想到说 今天怎么可能会跌到200点 早盘是涨200 怎么会收盘跌200 你会完全看不到为什么 因为你早上可能没有在看盘 你很容易忘记的说 我要卖股票 你今天没有卖 明天没卖 后天没有卖 就已经差了五六百点 甚至于上千点的可能性都有 因为你一天可以跌400点上下震 那如果说你后面两天 如果没有往上拉台 如果今天台积电没有往上拉呢 没有拉这个10块钱就躺在这里 这个行情一样要跌掉 80点到100点之间 那你的感觉上 市场上的气氛就很不好 这更不要讲说 我们最近做的动作 你看 齐鸿 最高677 到这边是543 543 就这样跌掉了130 对不对 安果这边 从220这边不能动 这边不能动 从这边开始 170到130也是40块 像130我们一样持续的怎么样 再次的加空 双红 我们来看我们双红怎么做 693卖出 双红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 693在这边 现在是668 30块钱 快30块了 是不是 空单一样可以赚 而且也没有赚得比较慢 对不对 照例 276的空单 对不对 3548的照例 现在在拉 现在在拉 就给它拉吧 到时候再来说吧 是不是 你看看这边 上去一样 它也要面对这边套牢的压力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说 这边有上去 大盘翻红了嘛 大盘翻红了嘛 可以来抢短多嘛 尽量抢 我现在只要跟你讲 后面的筹码 一片大混乱 对不对 276的照例 你去看看嘛 对不对 276 现在是多少 251 现在是251 对不对 你要它再往上涨到 27280 你要叫后面的大护法人 再来拉抬 你要再推回去这里 把它推回去这里 谁要去推啊 谁要去买 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这个问题 我刚跟你讲了 大盘才上下洗掉400点 这个跌法才刚开始 今天早上 我本来以为 应该是说我看了 比如说像创意 早上拉上去 它又回档了 你看 好不容易回到1300 又要破1300 那你说 智远早上也认为说 它反弹的大盘涨了 200点嘛 对不对 20399 20397嘛 它至少反弹也是没有 爱普也是弹一半 四星也是弹一半回档 今天早上还有人在说 成熟赤城的代工价在降降 那是不是 就是说在对IC设计是利多 那IC设计的上游是不是也是利多呢 看四星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外资利挺股价呢 你自己看嘛 四星KY3661 外资利挺股价在哪里 我告诉你 你不用去看法人摆不摆 法人买不摆不重要 你今天早上的盘是 就灌下来了嘛 法人买 它也没买上去啊 那谁卖呢 我就问这个问题嘛 如果你今天法人是利挺 你四星应该往上涨 几乎涨停满 为什么会回档 今天早上的试电还比较强 对不对 也是沙拉平盘一下 中芯电上去击杀嘛 他们筹码还没有开始 等到开始混乱了 我自然会去攻 我刚刚跟你讲 我以前跟你讲过 华晨 它要到800 还是回到400 对不对 800块来了 非常好 我讲过了 非常好 非常漂亮 我们就来看华晨 它能够在800块撑多久 还是它回到400块 我就像给你讲白的 现在当然不会动 因为我讲过 它在处置期间 就不需要动手 反正神盾安国早就已经过了 他们早就已经过了 农资回补 之前安国已经补完 220捕完了 它再来就再也没有强制回补了 对不对 你IP这么好赚 你世新为什么没涨上去 你IP这么好赚 资源为什么不涨 台积电的子公司 你创意为什么没有2000块 我是讲白的 你IP这么好赚 你为什么没有上去 全部在跟你讲做代工的 我们代工厂的毛利率只有2.5% 3.5% 对不对 广达配9块 股价250260配9块钱还好 但是你说它是高股息它也不是 如果广达在100块 它就是200%的高股息 如果广达在100块 配息9块钱 它真的就是高股息 但是不小心它的股价在250 它就属于中阶段 就是OK但是不到高股息 我要跟你讲的是说 你看看广达的获利这么好 AI这么棒 它也不过才配9块钱 股价在250 那你高股息都买在这里 他们怎么样去配股 怎么样去配息 怎么样去填息 这才是真的问题 休息回来我给你看一个贴图 我觉得这蛮好笑 然后回来说我们再来分享这个贴图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好 回来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很有趣的贴图 这个实在是太好笑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台湾高股息00939 来 全部都是什么 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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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分连续丢了快10笔的487的卖单 这个实在是它有在警告 我觉得这个人算好心 虽然这个数字是满有意思的 487 但是你自己看 台湾的加权 5分钟 9点50分的时候 还在20200点 还在这个台股的相对的高档区 它就已经在利用00939 在这里 147的附近开始跟你讲 487 487 开始跟你讲说这里后面有卖单 他已经很好心地在告诉你 这里有卖单 他不是坏心啊 虽然感觉上好像 好像是说他在调侃 没有 他只是在告诉你说 不要再买了啦 小心一点不要再买了 考虑到风险 所以他才故意去做一个487 487的动作 而且连续10笔 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良心的建议啦 真的是良心的建议 如果说你真的有在做00939的这种ETF 我觉得你应该要警觉性 下次你看到了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这个就不要乱买啦 真的不要乱买 就是我认为人家有这个意思 在提醒你说不要乱买 我觉得这个不管这个大户也好 还是我觉得他真的人不错 还会提醒你 还会提醒很多人不要乱动 这个应该要跑的时候要跑 我也在那边一直跟你讲 我们需要保守就要保守 我们就要去考虑到风险 就要去考虑到风险 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是礼拜五了 礼拜六 礼拜天的事情 礼拜一 昨天 这个北京当局就是美中贸易科技战 已经来到了这个Intel跟AMD的身上了 从这边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这里的很多的订单 人家会开始找麻烦 他会开始找麻烦 他不见得会完全限制 但是他会找麻烦 就跟这个AI一样的道理 AI都往上走没有错 可是Google Air Machine Microsoft 他们都在说 这个深层式AI可能被过度夸大 那我认为所谓的过度夸大应该是说 我花了几百亿美金 我花了几十亿美金 在做这个AI Server 但是他能做的就这些 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生产机器的嘛 我现在还是只能文字转语音 语音转文字 或者是文字生成图像 就这样而已 我要把它换钱进来 其实还是比较难 这个是AWS 就是Amazon 亚马逊的执行长 执行长在讲的 他说这个技术的部分 深层式AI 直接收益相对比较小 人家这个是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他们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小啦 就跟他们投资来讲 这个成本还是太高 所以他们会慢慢来看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是一个趋势 他们是在三月中的时候讲的 现在才三月底嘛 三月下旬 所以它还没有发酵 我认为下个月四月份就会发酵 尤其是我们现在 高股息的EDF每天在买 那我刚刚给你看了这个贴图 人家很好心啦 人家真的很好心的 在告诉你说 哎呀不要乱来啦 就真的不要乱买 人家这个贴图不是假的 人家连续十笔的卖单 十笔的卖单 在告诉你说 你看看487 487 488 连续哦 你如果看不到就算 那我今天又提醒00939 这次00939大家都看得到 它在9点50分的 51分的时候丢出来的 人家连续十笔在告诉你们说 在告诉整个市场说 不要乱买股票 那你觉得它是在害你嘛 它没有在害你 它真的没有在害人 而且它也很好心的在讲 我也觉得这个很有 很风趣啦 就我们在看就是你要保守 你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做空 你跟上脚步就好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里在做空 我没有在跟你乱做 我也没有在跟你乱空 我也不会叫你去空 我也不会叫你去空威胜啊 我无聊很闲吗 去空威胜干什么 对不对 就算是威胜跌得这么惨 我也没有去空它嘛 因为人家是转机股嘛 空单不是去空转机股的啦 是空这个涨多不合理的 涨多不合理的嘛 对不对 然后神盾就是属于涨多不合理 为什么会涨多不合理 资源做IP的老公司 都跌成这个样子了 四星这个最有名的AI的IP 都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你说新进来的IP股 可以涨到哪里去嘛 对不对 安国是比较有这个样子 但是其他你自己看 6531的爱普也是这样跌啊 它也跌了三个月了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如果IP股 如果大家都没修正 那它就是要嘛它特别厉害 要嘛它的业绩特别好 可是你去看它的业绩有特别好嘛 也没有特别好到哪里去啊 对不对 所以摆平的它就是 反正后面的市场派也跑得差不多了啦 这样子 现在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要快快的跌 就这样子而已 那前面也跌过了嘛 那我们就收回来一趟 再次进场 神盾 我们这边下来的时候 330下来到230的时候 有收过一次 然后这里是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过 神盾是这样子操作的 那其他的像是照例的部分 照例的部分 那3548的照例 我们就是顺势而为的 顺势而为 这样 270大概这是附近 这样顺势而为 反正反弹后还是要回来 因为没有出量 一一枚出量 第二这个轴承的华为的部分 华为的新机出了已经差不多了 苹果已经放弃折叠手机 只剩下折叠平板 那再说 那你说是不是只有华为 是不是只有照例再跌 没有 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个股都一样 今天早上我看一看 今天卖压还算是蛮大的 除非说你是有头信在买 可是你这个头信 如果有进去买呢 我认为也撑不住 像双红这一种的 你看这个基优谷的散热族群 它也撑不住 是不是 开始准备下滑了吧 这个就是机会 你看旗虹就比较干脆 旗虹这一根就很干脆 它就比较弱势 对不对 弱势它如果回档不多嘛 550回到400就好了 这样也150块啊 双红700块回到400块 回到450 500嘛 对不对 华城一样啊 开放了再说嘛 开放了800回到400 总比它550回到400赚的更多吧 对不对 这里未来的空单 会比多单来得更好赚 因为以今天的盘式来讲 你真的觉得早上来到20397点 最低来到19977破2万 一天就杀破2万 那你认为后面2万点很好占吗 真的站得很稳吗 而且现在摆明了还有ETF的投信要买 还有高股息的投信的ETF要买股票 摆明了有人要买哦 它还是可以当天急刹400点 高到低了 如果它哪一天就不演了 哪一天它连这一段它拉都不拉 你觉得今天会跌多少 如果它没有拉上来 今天搞不好是跌掉400点以上 从高到低跌400点 它整天跌掉600点 你隔天就完蛋了 因为如果它今天是开高走低 然后又收最低 它就一根大黑K 然后隔天再来 这个黑K棒全部都是大压力 对不对 本来顶上去认为是支撑 结果呢 明后天跌破盘整区间 过了礼拜五跌破盘整区间 再来这里就变成转为套牢量了 因为我未来的AIServer的成长性 你要拿出更好的成绩单 外资才会买单 如果没有的话这里就等着卖 因为你看这个IP股 人家都已经上不去了 对不对 只剩下再拉台积电 你尽量拉吧 你在哪里去 鸿海今天也是一样 是不是 骑鸿嘛 安国 神盾嘛 对不对 照例呢 有拉一下 不错 我们来看看后面会怎么走 所有的这里的风险 已经往上升得非常的高了 把握这个机会 不管怎么样跟上脚步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